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位非常传奇的纽约客 因为我们纽约人呢 自称自己叫纽yorker 所以翻译成中文的就是纽约客 纽约人的意思 那么呢 咱们说为什么呢 要经验一个人 还要竖两个旗根来介绍他 这就是这个人的传奇的地方 今天的故事呢 紧接着我们上一集继续展开 让今天呢 我跟大家分享呢 这位传奇的纽约客 他一生的故事 咱们说呢 这个就是旗杆底下呢 咱们说搁的一个钢的这么一个牌子 一共搁了两块 其中呢 这是其中的一块 这个是纪念谁的呢 就是纪念这个人的 这个帅哥呢 其实呢 可以说呢 非常帅 他呢 34岁呢 就当了纽约市长 大家可以想想自己34岁在干什么 没有到34岁的这个朋友们呢 你们可以立志一些 所以你们看34岁呢 也可以当市长 如果像我一样呢 已经是超过了34岁的朋友呢 大家也可以看看 在我们曾经34岁的时候呢 人家有人呢 已经当上了市长 而且这个人呢 他也不是什么官二代啊 富二代啊 什么的 他真的是凭着自己的一级努力呢 当上了市长 他是呢 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毕德业 他家里祖先呢 是爱尔兰人 但是呢 其实呢 也一直呢 就不是很富裕 但是他凭着自己的毅力呢 在34岁呢 就当了纽约市长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 John Perl Mitchell 翻译成中文呢 就是约翰普罗伊米歇尔啊 他又叫做我们 叫他纽约伯卫尔 就是纽约男孩市长 因为他才34岁当时 而且呢 他39岁呢 就去世了 他是1879年生人 生于纽约市 咱们说 逝世呢 于1918年 逝世于那路易斯安娜啊 那么他传奇的这一生 虽然很短暂呢 但是有很多的亮点 咱们说呢 最早呢 咱们说米歇尔呢 也是非常就是普通的一个人 他早期在作为市长之前呢 只是一个律师 但是呢 在他做律师的时候呢 就敢大胆的揭露呢 当时纽约市很多腐败的问题 尤其是那个警察的腐败问题 他写了很多的文章 而且这些文章呢 就揭露了这些社会问题 于是呢 很多的报纸呢 就争相对他进行采访 并且比如说 像我给你们看的 就是说一个非常犀利的年轻人啊 用他的笔呢 把这个纽约最肮脏的部分呢 全部暴露出来 而且呢 由于呢 就是他这些文章写的非常的精彩 很快呢 令他呢 步入了政坛 包括他的支持者之一呢 也就是前任的美国总统 也就是老罗斯福总统 西奥多罗斯福呢 甚至说呢 他是说这个米歇尔 是他这一代最优秀 咱们说呢 最最诚实的这个美国人 而且包括呢 后来的现任总统 也就是呢 咱们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呢 也对他呢 赞赏有加 并且支持呢 他呢 出任这个纽约的这个市长啊 这个是呢 咱们说呢 这个意气风发啊 他34岁呢 米歇尔呢 当上这个市长 做这个市长就指典礼时候的一个演讲 你可以看到出一个 非常的意气风发的 这么一个年轻人 在米歇尔当上市长之后啊 马上呢 就大力整顿呢 就是很多的纽约市的公共系统 尤其是呢 是这个 最重要的呢 就是警察的系统 他革职了呢 甚至呢 把纽约的 纽约市呢 因为分成五个区啊 包括麦哈顿 布鲁克林 布朗市 皇后区和斯坦腾岛 在他当政的时候呢 而且以不作为的理由呢 甚至把两个 就是说 两个区的区长呢 全都给撤职掉了 这种雷厉风行的手段呢 使整个纽约市的这个政界呢 面目一新啊 但是呢 这也呢 引起了他的这个政敌 也就是坦穆尼党党人啊 这有一个政党叫坦穆尼党啊 以后也会给大家介绍这个党的 坦穆尼党呢 就对他呢 进行重伤 但是呢 这个阻止不了呢 米歇尔这个年轻人 大刀阔斧的改革 咱们说终于在有一天呢 有人呢 就扮装成一个老人呢 在他经过的这个车 因为那会儿都爱开敞篷车 对他呢 进行枪击暗杀 结果呢 由于呢 这个米歇尔呢 当时呢 就是说偶然的 就是一个错位 并没有呢 打中他 而打中他 坐在身边的这个 纽约市的财务总监 打到了那个人的下巴 而米歇尔呢 也很快的抽出手枪呢 来进行反击 所以说这个米歇尔呢 还是身手非常的敏捷的 当时呢 这个市长 遭这个遇刺事件呢 也成为了当时呢 街头巷尾 广为流传的 一个就是谈资了 咱们说呢 这个米歇尔 在做了一期的 这个市长之后呢 曾经寻求过连任 但是呢 由于呢 他还是太年轻啊 就像长者说的 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而且呢 米歇尔呢 他是一个政坛素人 他呢 对包括这个 一些军事上 政治上的东西 理解的可能还是不透彻 所以在他第二任准备 就是说连任的时候呢 被他的政敌攻击呢 说他没参过军 没有上过战场 不知道呢 这个何为战争 所谓 也不知何为难而所言 认为呢 他不是一个 就是说 就是一个合格的男人 于是呢 最终呢 这个米歇尔呢 在了市长连任竞选中的败北 但是呢 对于米歇尔来说呢 无所谓 因为他觉得呢 对方攻击他的也对 他确实没有上过战场 而且呢 也没有呢 在战场上呢 施展过自己的拳脚 于是呢 米歇尔呢 决定呢 咱们说 投彼从容 因为当时呢 也正好是在一战期间 于是咱们说呢 就有了呢 这个米歇尔呢 去到这个 皮特斯堡呢 去服役 因为这个地方呢 是美国的一个革命胜地 当时呢 就是说大陆军呢 就是在这边组建起来的 然后后来呢 咱们说呢 这个地方呢 就变成很多的美国年轻人 想在这边呢 继承呢 就是说祖先传统的 这么一个圣地 米歇尔呢 虽然做过纽约市市长 但是呢 他也呢 愿意追随呢 他祖先的这个光荣的脚步前进 于是呢 也来了这里受训 后来呢 又被呢 就是是呢 分配到了这个空军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米歇尔 他比一般的人要高 而且这个呢 是在空军基地里呢 在学习这个螺旋桨知识 就是这个讲 飞机的这个讲的一些知识的时候 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曾经当过这个 纽约这么一个大城市的市长呢 而自负呢 或者不听了教官的教导 反而呢 他非常兢兢乐道的去和这些人呢 进行学习 而他的很多的学伴和他的教师呢 也非常的诧异的发现 一个曾经作为市长的年轻人 却如此的呢 安于呢 就是听人家给他论道 接受呢 人家对他受到解惑这种方面的作为 于是呢 他们很快呢 就打成了一团 直到呢 咱们说呢 1918年的7月60上午呢 在路易斯安娜呢 这个当时呢 他已经是上校了 米歇尔上校呢 驾驶自己的22S这架飞机呢 在上空的执行任务 但是突然呢 由于呢 就是说有些原因 有人说是气流 也有人说呢 是他超过不当 导致呢 他的飞机呢 从500英尺的高空呢 一下子坠了坠了下来 再加上米歇尔 当时确实呢 是没有系安全带 结果呢 导致呢 他死亡 这是当时就是说 空军飞行员死亡的 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 咱们说呢 这个米歇尔死亡的消息呢 马上震惊了 路易斯安娜和纽约市 于是呢 纽约市呢 就是还包括呢 给他呢 就是开出这种悬赏奖金 要去找他的这个尸体 后来也找到了 咱们说呢 在这之后呢 纽约人呢 就捐资呢 把他的遗体呢 运回到了纽约 在同年的1918年7月11号呢 他的这个葬礼呢 就在纽约 曼哈顿五大道 49街的帕特里克大教堂呢 进行呢 这个咱们说祝福 并且呢 在同一天呢 就是说呢 安葬于纽约市 从此呢 就是说呢 这个年轻市长的传奇一生呢 自此呢 就终结了 但是迟至今日呢 很多人一说到这个 这个boy mayor 我们还都能想到他 还都能想到这个John Mitchell 咱们说呢 包括今天来到我们纽约长岛 这个Huntington的这个Michel的这个综合体育场呢 现在还在 这个体育场最小叫做Huntington体育场 但是为了后来纪念我们这位传奇市长呢 把他的改名了 叫做米切尔的综合体育场 这个地方呢 有时候我们也来玩 咱们说呢 说回到话题 话题回来 在这个咱们说 纽约市这个公立图书馆门口呢 咱们说呢树立了两根旗杆 每根旗杆的底下呢 都有这么一个铜牌子 这两根旗杆和铜牌子呢 都是为了纪念这位传奇市长的 那为什么树两块呢 其中一块呢 是就是纪念 从1913到1917呢 他作为纽约市市长 对纽约市的贡献 另外还有一块上面写着 1918呢 就是作为呢 他呢 作为一个战士 为这个就是美国空军服务的 这么一块纪念牌 因为呢 他既有呢 纽约市市长的身份 同时呢 他也是呢 美国的一个军人 由于呢 他有这两种的身份呢 最后呢 图书馆决定呢 用两根旗杆 和两块纪念牌呢 来建立他呢 传奇的一生 虽然很短暂 好了 这就是这一期的节目 我是纽约市官方导游 王尹 Hermit 这是我的节目 纽约景点 TOM ME 如果您喜欢呢 就请订阅 关注点赞 分享 我们在YouTube 哔哩哔哩西瓜上都有我们的频道 如果您有任何的意见 或者您喜欢的景点 需要我们介绍的 您也可以呢 留言 让我们知道 总之呢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呢 下期节目呢 再见了